大家好,这里是龙话说剧,我山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豆瓣评分9分以上 被誉为神作的绝命毒师 第三季第一集 回顾上季全部内容 白粉二人组研制出市面上纯度最高的蓝兵 但他们的削辱总是受阻 和当地大毒枭合作险些丧命 无奈之下自己创办营销网络 可好景不长 由于地盘之争 销售小组不幸丧命一人 一波三专后通过古德曼律师 认识大名鼎鼎的毒枭大佬炸鸡叔 两人这三赚得人生中第一桶金 老白的生活时来运转 不但喜得千金 病情也有所控制 预计多活三五年不成问题 而小粉却追入爱河 与吸毒女整日缠绵 没想到女孩因吸毒过量导致死亡 巨大的罪恶感让小粉一蹶不振 老白不愿意放弃她 将其送去医疗养院戒毒 女孩爸爸也因过度悲伤 导致工作失误 将两架飞机指挥到了同一航线上 引发相撞 话不多说 马上进入第三集第一集精彩内容 墨西哥的荒联小镇 一群人正在地面爬行 当地居民似乎看惯了这样的场景 人爬到脚边也没有任何反应 不久后 一辆百年难得一见的大奔驶来 车上下来一对双胞胎 两人凶神恶煞 西装笔挺 一看就是与地上爬行的人截然不同 但他们环顾四周 也加入爬行大军 来到供奉骷髅头的寺庙前 原来这些人是祈求独身保佑平安 双胞胎兄弟将手绘画像 放到供桌前 他们此次行动就是首任仇人 海森堡 画面一转 媒体新闻大肆报道空战事故 据目击者描述 他们目睹了上空爆炸 极其坠落的残骸 空中仍然可见尘埃弥漫 国家运输安全局委员的事故调查员 已经到达现场 经调查 最终遇难人数高达167人 此次空中相撞事件 让人不禁怀疑如此严谨的安防措施下 为何还会发生这样恶劣的事故 随着调查深入 事故原因定为错误空中指挥 珍妮爸这位悲痛的父亲被送上荧幕 老白坐在自家泳池上划着火柴 见死不救 才让珍妮爸陷入痛苦的泥潭中 他也是间接导致空战的罪恶之人 167个无辜冤魂让他寝食难安 直到剩下最后一根火柴 老白突然起身将50万现金放进炉子中 钱才是一切最有的根源 不只让他背负罪孽 还导致家庭支离破碎 下定决心后将一根火柴丢进钱堆中 但几秒钟之后 他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这可是玩命赚来的钱 女儿的奶粉 小白的康复治疗全靠他们 情形之下 老白徒手灭火无果后 白嫂已经在玛丽家住了一周 她不想拖泥带水 必须尽快离婚 当离婚律师问到夫妻俩共同财产时 瞬间懵逼 她可能不知道家里到底藏了多少钱 而且老白本该在一周前搬出去 但由于空战就发生在他们家正上方 院子和整个街区满是残骸和尸体碎片 所以一直拖延到现在 白嫂只有回到自己家居住 争取抚养权的时候才能占据主动 老白这边刚把钱打捞上来 并在下水道发现红毛狗的眼球 汉克受到白嫂委托 前来帮老白收拾东西 看对方一脸苦逼安慰到 暂时搬出去 就当战略性转移 事情平息后再回来 没准小别胜新婚 随着一堆破烂装上车 汉克提着装钱的袋子调侃 怎么这么沉 里面放了砖头吗 老白一脸认真回答 50万美金现钞 汉克愣了一下 随即哈哈大笑 谁能相信靠木娟生活的穷鬼能有钱 不过生活就是要有这种幻想精神 白嫂终于带着孩子回到自己家 小白因爸爸离开闷闷不乐 他不知道两人为什么突然闹得这么僵 自己已经18岁了 难道父母离婚不应该知回事吗 因此不愿意在大理白嫂 老白通过电话解释 就算离婚也是一家人 有事尽管联系自己 24小时随时担命 为母子三人服务 结束通话后 老白给自己准备了早餐 自从杀死疯狂小白以后 他每次吃面包都要切去四边 那件事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 而是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并影响巨大 学校里 卡文校长就空战事件组织了讨论会 很多学生亲眼目睹悲剧发生 惨烈的现场让人挥之不去 学生蜿蜒 他一直扪心自问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如果上帝真的存在 他怎么能让这么多无辜的人 无辜死去 多天来 爆炸声一直营绕在耳边 好像永远不会停止 让他无法安心睡眠 唯有老白让大家要往好的方面看 首先 空战发生在人口众多的市中心上空 却没有伤及到地面的市民 可以说是小小的奇迹了 而且两架飞机都没有坐满 就遇难者人数来说 顶多排名第50 事实上 历史上有53次这样的事故 有人听说过 内特里费空战吗 1977年 两架满城的波音747 克吉相撞 有600多人 命丧特内费里 为什么时隔多年后 没有人记得了 因为我们都要往前看 忘记过去是人类的共性 一番话说完 在场所有人脸色更加难看 卡门校长赶紧上前拿走麦克风 话虽没错 就是显得有些不合球了 此时的老白也并非人间清醒 更多的是安慰和欺骗自己而已 画面一转 双胞胎兄弟闯入一户农家 一声不吭 换上人家亮的衣服 看着他们西装里藏着的武器装备 农户夫妻不敢出言阻止 完事之后 两人走到小女孩面前 对视许久后 将大奔钥匙挂在羊角上 然后离开荒凉的小镇 向远方走去 两人全程没说一句话 神秘感十足 老白每次送儿子回家都不敢进屋 小白见他如此窝囊 有些生气 对白嫂的态度也越来越差 玛丽安慰白嫂 终归还是个孩子 尽量不要让这件事影响到她 困惑与执着 是这个年龄段的共性 也许她只想知道是什么 致使父母离异 白嫂当然明白 说明原因会被理解 但后果之中是他们一家无法承担的 只能咽下所有委屈 继续沉默 晚上白嫂主动来到老白住的地方 拿出离婚协议书递了过去 老白想不通 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惩罚她 自己是那么爱她和这个家 出现问题的时候 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 强行让她下岗 未免太过绝情 白嫂则一脸淡定开口 你是个毒品贩子 老白一时欲色 本能的想继续遮掩 白嫂将她的反应更加确定猜测 不偷不抢不贩毒 怎么会有那么多钱 本以为她和小粉卖大麻 但观察对方的反应又不太像 难道是可卡因 白嫂惊慌失措 这可是要强比的重岁 老白赶紧解释 没有那么重 只是一些假鸡本饼鞍 得此结果 白嫂再也不想多交谈一句 猜测是一回事 亲口承认又是另一回事 她必须尽快和老白划清界限 因此开出条件 她不会告诉汉客和孩子们 对任何人都不会走过风声 但前提是必须统一离婚 并且远离她和孩子们的生活 说完匆匆忙忙离开 仿佛多待一秒都会吐在当场 小粉在疗养院过得还不错 没事就会帮忙摆弄花草 不过内心还处于封闭状态 院长希望来到这里的人 都能学会自我接纳 与人分享喜悦哀乐是第一步 院长注意到小粉从不开口 便开口询问 是不是认为我讲的全是废话 小粉也没有藏着掖着 回答是 没有亲身经历 怎么知道他人的痛苦 不是每个人都因为吸毒害死过人 院长脸上浮现出痛苦 犹犹说道 那天是7月18日 也是自己的生日 当时吸了大量可卡因 还喝了很多酒 和妻子吵架后想开车离开 却因为意识不清 撞死的亲生女儿 而悔恨并没有影响 继续酗酒 吸毒 自我憎恨 罪恶感 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我认定 慢慢走出阴霾 从而彻底改变 几天后 老白来疗养院接小粉 破碎的挡风玻璃 内透过两张脸 一牢一小 一个比一个苦逼 老白也成了流浪汉 直接把小粉带到临时住所 安顿下来后告诉他 属于他的那份钱 由古德曼代为保管 小粉忙说 在疗养院已经戒掉了毒瘾 而且他已经知道 飞机失事的事 和真妮爸有关系 老白怕罪恶感 再将他压垮 连忙解释 这件事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事件本身就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也许飞机的防撞雷达失灵了 要怪只能怪政府 预防不佳 老白至今还在拼命掩盖事实 而小粉却接受了真实的自己 坏蛋就是坏蛋 老白找到炸鸡树 表示收手不干了 晃荡一圈后 觉得自己不算坏人 之前徘徊在十足路口 不知何去何从 家庭出现裂痕后 终于找到正确的方向 炸鸡树仍出巨大诱饵 再干三个月 拿走三百万美金 老白被这个数字砸晕了 不过思考良久后还是拒绝了 他现在缺的不是钱 而是家庭温暖 荒凉边境 一辆卡车 正向新墨西哥州驶来 车厢里藏着十几个偷渡者 其中就有双胞胎兄弟 途中因为有人 从他们穿过的骷髅皮鞋 猜出两人的真实身份 以来杀身之祸 医生枪响后 车厢内无一活口 司机下车检查的时候 同样遭遇行货 随后又开枪打穿油箱 绝命流失 第三季第一季到这里就结束了 老白的秘密在白嫂面前 再也不是秘密 两人同样竭尽全力为家庭付出 最终却分崩离析 好像谁都没有错 又好像两个人都错了 他们的婚姻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双胞胎杀手从墨西哥偷渡到美国 可以看出他们的目标就是海森堡 老白什么时候招惹这两个文神了呢 点击关注精彩好剧 每天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